用 is 还是用 are 呢? 我们都知道单数和不可数名词是用 is 而复数名词呢就用 are 我们来看第一题 there 什么 some apples 有一些苹果 看到 apples 是复数名词了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 are 所以应该是 there are some apples 来看第二题 there 什么 some water 有一些水 有一些同学一看到了 some 就赶紧填了一个 are 那这样就错了 因为这道题的重点是 water 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这里应该填 is there is some water 来看第三题 there 什么 a dog and two cats 有一条狗和两只猫 有很多同学看到这里觉得三只小动物了 所以应该是用复数就直接填了 are 那这就错了 因为这里考察的是 there be 句型的究竟原则 那么什么是究竟原则呢? 也就是离必动词更近的那个名词 如果是单数或者不可数名词就用 is 如果是复数就用 are 离必动词近的是 a dog 所以我们应该用单数这里填 is 所以应该是 there is a dog and two cats 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话送给老师一个小猩猩吧!